一辆出租车到底有多赚钱 男人被一众杀手追杀 那和杀手的身手实在是好 慌不走路 他来到了一辆出租车边上 这是丹尼尔探出头 男人也摘下头盔 四目相对 哎呀 是位大佬 直接大佬霸气地甩出一塌 20分钟到机场 这就是你的 丹尼尔乐呵呵地收下 别说20分钟 我给你来个10分钟呢 眼看后面的杀手追来 丹尼尔不慌不忙 打开了控制面板 还是那套熟悉的操作 汽车就开始了变形 系好安全带 掐好时间 接着就是一记熟练的地板油 强烈的推背赶后 大佬不满意地摸摸躺 疯狂的出租车 不断地在车流中来回穿梭 大佬这时想到了安全带 可一切都有点为时意外 想系上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说话间已经上了高速 经过车速点 好家伙 飞机起飞也不过这速度吧 交警立刻用对讲机 联系下个点的兄弟 说实话 警察为了对付丹尼尔 也是煞费苦刑 中间采购了EVO赛车 一阵引擎的轰鸣身后 两辆车在高速上展开了追逐 警察想系下出租车的车牌 可丹尼尔根本就不给他机会 接下来 他打开了他的秘密武器 伸出来六个排气管 按下按钮 火加班的推力就冲了出来 强大的推背感 让大佬的脸色都变了 警察就这样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这时 一辆子弹头高铁路过 可丹尼尔在高铁面前毫不凶色 很快就到了机场 丹尼尔一脚沙铁 九分零一秒 又回头 大佬除了脸色有点难看以外 居然没吐 看来还是大佬有定力 丹尼尔还想和大佬子套到近乎 可大佬已经用大佬的方式离开了 丹尼尔为了车子性能更好 加班加点的捣鼓车子 女朋友这事不乐意了 各种挑撕找丹尼尔的不自在 最后干脱拎着东西回娘家了 只留下丹尼尔满脸的疑惑 直到第二天 丹尼尔在洗手间 发现了一个两条杠的测试棒 但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丹尼尔找到了药店的老板 这辆出租车 火花带闪电的飘移到了药店门口 很幸运的被警察看到了 警察要贴条 可怎么都贴不上 在丹尼尔的操控下 这辆出租车开始各种调皮 从药店得知答案后 丹尼尔又赶忙飘到了女友家 刚好赶上老郑和女友出去 丹尼尔献阴陷惊的拉上他们 破天荒的第一次开始了归宿行驶 那家伙生怕动了一家之主的胎气 把女友送到医院 总算是长出了一口气 接下来要送老丈人 丹尼尔刚系上安全带 老丈人就条件反射的抓住了把手 紧接着就是华丽的表演时刻 把老丈人送到警局 正好碰到老朋友小帅 老朋友见面风味话多 小帅说最近出现了一伙圣代劫匪 他们作案时都穿着圣代老人的衣服 警方根本无计可视 为了查案 他已经好几个月没睡好觉了 整天迷迷糊糊 凌晨三点就想着去上班 一开门却扎进了衣柜里 老婆都怀孕八个月了 今天才知道 那天在街上执行任务时 碰到个可疑的圣代老人 刚好他把枪掉地上了 这更加上了小帅的怀疑 随后他悄悄地靠近对方 然后从身后肩起扑倒 可当他们把可疑人员带回警局才发现 原来是局长假扮的 他只是想引蛇出动 尴尬的小帅想逃出办公室 却迎面撞到了一个女人 女人说自己是记者 他对大家近期的案件 进行一个采访报道 局长当即召集所有警员 开始布置任务 这时有人提醒局长 桌上有个礼物 局长以为谁送的好东西 高兴地打开 诶 这什么玩意儿 按一下小按钮 原来是个整股小玩具 紧接着里面发出了 劫匪挑衅的声音 局长当即下令立刻出警 他带人来到一个仓库门口 突然里面亮起来灯光 下一秒 在重有惊愕的目光中 一只大脚怪从里面开了出来 目中无忍地从局长的车上压了过去 走到街上 大脚怪肆无忌惮地 碾压着他碰到的每一辆车 任凭后面追击的警察 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局长说 我们就跟他拼油耗 大家伙的肯定先耗光 随后压过人家的草坪 穿过人家的盘子 黄主就这样一脸懵地 看着路过的一辆辆警察 突然前面遇到了一个泳池 还好杀众 可后面的警员 很明显就没有打算踩沙车 就这样 推着局长的车子 丹尼尔在车上聊了一晚上 突然他又看到了一个 形迹可疑的圣诞老人 一只大脚怪霸气地开上街头 疯狂地碾压着街上的车子 奈何追击的警察 根本无计可视 只能任由对方扬岔而去 但是这边的小帅 却无意间看到了 劫匪中的人员 丹尼尔开车一路追踪 小摩托在狭窄的车道内 灵活穿梭 无奈的丹尼尔 只好展示了一把车机 最终 他们来到了一间仓库前 原来这里就是那伙劫匪的老巢 为了弄清楚里面的情况 小帅提议要上房顶上去看看 可不想去踩到了鞋带 就这样掉进了下面的垃圾桶里 发出的声响惊动了劫匪 他们直接把小帅抓了进去 进来后 眼睛的人让小帅愣住了 居然是那个女记者 原来女记者就是那帮盛带劫匪的老大 接着给局长做专访的机会 偷走了警局很多内部资料 这边 丹尼尔赶回警局请求增悦 随后大批的武装警察改了 把仓库围了起来 就在所有人想好怎么对付大脚怪事 里面就冲出来一帮踩着龙滑的圣诞老人 从他们面前明目张胆地跑 局长带头开锥 另一边 女老大给小帅种了一个大铁球 倒计是五分钟结束后 她就得跟大铁球亲密接触 随后女人潇洒地驾车离开 说话间 那固定铁球的链子已经断开 就在这轻揪一发之际 那熟悉的引擎声冲了过来 带着一个华丽的甩位 陈一文把小时救你 之后 他们从地上融化的血水中推带出 那帮劫匪肯定去了附近的滑雪场 于是他们快马加鞭 向最近的滑雪场赶去 当他们来到雪山 打花的龙胎让他们寸步难行 直接戴尼尔打开面板 龙胎秒变雪地模式 疯狂的出租车又开始畅通无足 好不容易上到山顶 就开到劫匪们已经换好滑雪装备 往山下滑去 就这样 一让出租车与劫匪 在雪山上展开了追逐 由于路况不熟 丹尼尔一度闯进了滑雪比赛的场地 还双代手得了个第一 同时天空中 大批警察从飞机上空投下来 而带头的局长也想尝试撬伞 可有个绳子偏偏不给他机会 劫匪们到达约定地点后 准备坐飞机离开 突然大批警察从雪莉里穿出 将一众劫匪侵入 这时局长也终于空降了下来 毫无经验的他 就这样掉进了冰窟窿 小帅赶往跑过去 准备伸手救援 最后局长也被人救起来 送了过来